不会真的有人还在纠结 是该选换新版Model 3还是选老款Model Y吧 那两者到底存在着哪些配置上的不同于差距 如果你也还在纠结该怎么选 那看完小一这期视频 相信你心里也就有数了 尤其是最后这点很多老车主都不知道的区别 真的是太重要了 首先 目前新款Model 3的起售价为259,900 Model Y的起售价为263,900 四舍五入都是26万 那么它们最大的区别 目过于它们空间上的差距 与新3上这个独特的换挡的方式 虽然换新版Model 3的外观变得更加犀利战斗 由衷小号Model S的感觉 但小一认为Model Y的外观看起来也并不过时 在电池度数相同的情况下 新款Model 3的百公里加速 依然和老款一样还是6.1秒 而标蓄Model Y的成绩 今天已经来到了5.9秒 虽然新3 CLTC 工况下的综合续航达到了606公里 但实际EPA的表现满电续航 却只有420公里 虽然这两点和Y的区别并不是很大 但在滤震和隔音的效果来看 新款Model 3是真的要比Model Y强大很多 不仅整体的舒适度提高了 而且操控性也并没有下降 但如果Model 3也想像Model Y一样 解锁这样的火啦啦和大床房模式 那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还有就是新款Model 3 依旧没有标配外置的HIPA绿芯 虽说标蓄的扬声器从之前的8个 升级到了现在的9个 但标蓄的Model Y 起步就是13个扬声器外加一个重低音炮 所以音质方面 Model Y肯定是比Model 3要抗达很多 不过新款Model 3标配的环绕式氛围灯 Model Y上却只有光秃秃的这么一条 另外还有老韭菜们哭着喊着要的座椅通风 这回新款的Model 3也给大家标配上了 那么这些配置里你又最喜欢哪个呢 评论区聊聊吧 最后就是新款Model 3 依旧没有采用后车身一体压住技术 虽然马老板采用一体压住 是为了降低Model Y的生产成本 但同时也极大的提升了车身结构的安全系数 那么综合来看 如果你是考虑家庭用车 那Y空间上的实用性肯定要比三高上很多 但如果你日常都是自己开车 又想体验新鲜事物 且愿意为这个新买单 那新款Model 3一定会给到你不一样的惊喜 即使特斯拉始终在调整这几款车的售价 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压力不断上升 那么你猜特斯拉会用哪款车和竞争对手们卷下去呢